说到基隆 你能想到的第一味道是什么呢? 许多人可能会说咸咸的海味 然而基隆却是一座咖啡飘香之城 我们每次 因为我们现在是搬到台北 那我们每次回来基隆 一定会去基隆喝咖啡 就是到不同的家去喝 不仅如此 还有一位咖喱沙茶 正代表着基隆身为海港与外来文化交织的美食代表 这是基隆城市博览会 透过场景布置与导览 让更多人认识基隆 其实好像算第一次来基隆这样 然后来这边看村 我怕是小时候常来基隆 那是其实对基隆没那么熟 我觉得可能发这个展 或是像是支持的成博会 都会比较饿 让外地人更了解基隆的美食 那么在地基隆人又是怎么看的呢 本来就是基隆人 所以觉得很好 非常好 就是办这样的活动 那当然让更多的人知道 那基隆的美食 虽然我们是在地人 可是我们也不见得每一个都会知道 那有这样 比如说这个咖啡厅 我们就大概每一家 虽然网络也搜寻的到 可是看到这个图片就觉得 比较有那个真实感 看着它曾经没落的一个 几乎没落的一个城市 尤其在台北的旁边 很多的东西都是在很不足的情况之下 然后这几年看到它的很多的观光 很多的文化 很多的特色 不知道这些发掘出来 其实我们作为基隆人 也看到很荣幸 也很骄傲 城市博软会让台湾头的基隆 有了不一样的生命力 也期盼未来基隆能够更加美丽 公民记者庄淑琴 基隆采访报导